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頻道 相信這段影片很多人都有興趣 2023年都過去 究竟2024年的比特幣價格如何 好像新年的節目 看新肖運程 究竟怎麼看下年 我們可以再早一點做些部署 究竟買什麼幣 作為投資策略 都得心應手一點 都是那句 不作為投資建議 順個人的意見 所有影片都對Patreon優先 看今集的內容 2024年大漲小會 2024年BTC走勢預估 2024年最高可以升到多少呢 12月最高可以升到8萬元 都是小弟的看法 不看後悔 今集分開五個部分 全年分開五個時段 當中有些重要關鍵時刻 或者關鍵點 會有一個比特幣價格的快速走向 或者快速的轉向都未定 如果大家早點預判 因為投資任何東西 都是需要早一點的 未必能早到十年二十年 可能早到半年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好像半年前你在看減息 或者半年前你在看 很多垃圾生製幣 都是升得多 今天都有不少的回報 希望這個價格預估 可以繼續成功預估下去 立即提醒了 今集內容 你自己都懂得看 頭三個月 之後四到五月 都是一個 今條影片會包含的部分 三至五個部分 就是五月到十二月 究竟當中有些什麼重要關鍵位 有些什麼可以參考 今集都是有興趣的朋友 或是興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小火子頻道 或是小火子Patreon 四五一天就可以了 立即開播了 2024年不用說了 重球劇 第一月 第一 一月最重要就是 看看Bitcoin ETF 會不會批 批了和不批的分別 都相對大 因為這個都是說 數以十億計萬億計 甚至千億計的 美金會流入 其實這裏都 我個人認為 都是我的 我覺得有少少保守 因為這件事 Bitcoin ETF 在市場上 其實都不是一件新鮮事物 亦都在說 現在那個叫做 為何美國投資 即美國這個ETF通過 其實會影響 Bitcoin價格 那麼大 就是因為美國還有錢 即是你看到 美股也好 或者它的房地產市場 雖然你說有回落等等 其實都 已經有回升的跡象 代表全世界來說 相對好景就是美國 相對有錢 亦都相對有錢 亦都相對是 投資者 或者一些資金的量 都不是普通地區 所能夠比美 所以 一月幾個ETF批 對那個價格 其實都有個 很大的拉升作用 也都 我就忠勝的 即是就算批也好 不批也好 其實都是好事 就算你今次不批 所以 可能Bitcoin會即時大插 可能 可能會回到37,000 或者38,000 這些位置 都不要緊的 即是將那個叫做 投資回報延長 或者叫做 慾望延後 可能那個升幅更加驚人 都未定 這樣東西 遲早都會批 或者見到 SEC更加積極去處理 這個Bitcoin ETF的市 見到是有一個 趨勢或者跡象是會批的 那就是時間問題 就算批也好 不批也好 都對我的投資的 2024年只是前和後的分別 就沒有太大的策略上的分別 不會因為不批就走貨 更加可能入貨 那1月到3月 我的看法就是 保持波幅中的上升 即是中性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都預估 這個Bitcoin ETF會批的 那我相信 sell the news的機會也大 有看到這個叫做 黃金 其實黃金那個 ETF和Bitcoin ETF的 性質是很類似的 即是可能都是 你原本沒有Bitcoin ETF之前 你買金是有很困難的 要儲存 要運送 要保安 其實都比較麻煩 那我相信這個Bitcoin ETF 一批 有些像Bitcoin 或者有些像金的ETF一批 開始是沒有甚麼反應的 即是開始那個 反應性是低的 即是就算批了金的ETF 金價也沒有升 隨後可能 都是那句話 不只是說單一元素 即是不是說金的ETF 批核 而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大局 還有那個叫做 利息走向 或者貨幣政策 不過呢 起碼看到一件事 是有一個超巨型的升幅 如果說金的話 我想當來是2024年的 好像是 那時候和現在的情況 可能都不同 不過呢 如果這樣看 其實是利好的 就算這個可能升幅 打折也好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回報 如果說打後的五六七八年 簡單來說 可能批了 反而就沒有太大的震撼 可能都會有一刻字會上升 但是呢 中短期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助力 所以呢 我認為呢 這個今天錄景的時候 那個比特幣價格 是四萬二千五的 也都可能已經pricing了不少 那個叫做 比特幣的 那個價格 你有沒有看到RSI很高 那也都 不適而大注的 對我來說 也是 也都見到一個叫做 死亡卡卡差出現 那所以 就是可能有一個拉星作用的 但是呢 中短期都是 保持這個中性 至 審慎 我就不會很進取 這段時間 我相信呢 一批的時候呢 可能有機會 彈升到四萬五到四萬八的 也都 也有些人說 會預估五萬的 那我就保守一點點 四萬八的 因為都 已經pricing了很多資訊下去了 包括是減不減息的 也都有些的 那這裡呢 大概 一月頭呢 我就預計了 去到四萬五至四萬八 那當消息消化了的時候 也都 見到那個價格 沒有想像升那麼多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回落的跡象 可能會回到四萬二的 為什麼會是四萬二呢 就是四萬 八和四萬二之間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四萬三萬 那這裡是三萬八 還有這個 四萬四之間 都是一個相對 以前來說 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阻力位 我覺得這個位置比較合理 那如果一路下去了 去到這個 1月31日 比較重要的日子就是這裡了 1月31日呢 是說第一次減息 你沒有聽錯 看看 未得 Sorry 應該說第一次這裡是 維持的利率不變 不過呢 隨後呢 我相信他開 開刊說說不會再加息 甚至乎下一次會減息的 3月20日減息一次 機會較大的了 你看到這個通帳數據都有回落的跡象 所以 都有一次不加息的 那這裡呢 這裡呢 會有個 期望呢 會有 白威爾說話呢 下個月開始 或者可能四月開始減息的 那 1月31日看看 再看一次 1月31日 再看一次 對 1月31日呢 就說說不加息的 那3月20日呢 就會正式減第一次的了 那我相信呢 1月到3月這段時間呢 都在醞釀這個 咦 這裡還沒減 3月還沒減 等等等等 按得太心急 我按不按到的 沒有反應的 沒有動的 是不是輕了 喂 輕了機 搞錯 對了 我看到3月會減第一次的 那就是呢 1月呢 會預計3月會減第一次啦 我相信呢 這裡都會有些 鬆綁的說話會說出來的 那我都可能會 會徘徊到4萬4的 那之後呢 可能呢 一路都沒有一個消息啦 都 大家都預估到呢 那個 減息的預期會到的啦 那我相信呢 維持在4萬2至4萬4之間 那如果當中沒有黑天鵝啦 通常呢 如果對上一次 2020年呢 就會黑天鵝 COVID出現 那今年會不會有些 叫做經濟衰退 或者什麼的出現呢 那我就 不清楚啦 不過如果大家一起講 經濟衰退的話呢 通常就未必會出現的 那如果 你沒有說過 那些雷曼或者有些什麼 突發事件呢 通常那些就激烈很多的 那這個呢 就 不知道啦 那起碼呢 去到3月 即是這段1月到3月那個價格預估呢 大概呢 就是4萬2啦 那麼 推出了Bitcoin ETF之後的消息呢 就可能推到45000至48000啦 之後呢 就回落了 那麼去到1月31號呢 就有個消息說呢 可能3月就開始減息 那麼有個推升到44000啦 然後又回到42000 就好像今天這個價錢 就是橫盤樂觀一點點 橫盤審慎一點點的 那麼3月20號呢 第一次減息呢 可能呢 一下爆升到4萬至5萬 即是48000至5萬 問到有這個可能性的 因為呢 等了足足三年 兩年多了 那麼終於第一次減息 那麼可能引來那個市場的 一個最盛的 最盛的一個時段 那麼原來呢 可能呢 你買任何的投資品呢 都會考慮完 啊現在開始減息的了喔 即那個風向一轉呢 是重要過呢 真是減的 就好像2022年尾 12月呢 說開始加息呢 都未震撼的 但是開始1月開始講的 6月暴力加息呢 1月開始暴跌的了 所以呢 要講的呢 就講一個早期預判啦 可能覺得 開始減息的時候呢 之後那兩年呢 都會減息呢 預期呢 就很強的話呢 都會有一個叫做 日出的感覺的 即是會多一點點的 50萬元 之後呢 4月到5月啦 重頭劇啦 Halfing啦 終於來到我想說的地方 即是4月到5月呢 比較樂觀一點的 那麼看到這個圖了 即是我們看回 Twitter 中間Halfing這次啦 那你見到呢 如果你真是到達 我那時候真是到達 真的到達Halfing呢 之後是 預入無人之境 三次Halfing之後呢 都沒有一個叫做 是橙色這次有一個巨型的回調 其實都幾巨型的 這裡不要看下去 都五倍呢 還有兩倍之間 可能三四倍 可能跌一半的這裡都差不多 但是呢 一個好的入貨時間 如果真的這些急跌時間 不要害怕 那這三次呢 都有一個超巨型的升幅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呢 就是 現在我們是插紅色線 可能當中還有一個黑天鵝都還未頂 那如果真的沒有出現 好像藍色線 或者橙色線 那你就錯過了一個機會 那我相信這段時間呢 是最後入貨機會的啦 那這個呢 就 我的看法啦 那麼 那開始呢 更加升得更厲害的呢 就是ALL COIN的 那怎樣看ALL COIN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講過呢 在HALFING前後 買ALL COIN是最著數的啦 那我立刻看看 那我看看 看多一下啦 那大家 有少少記憶的話呢 就看這個TOTAL 二啦 就是這個不計BITCOIN那個 市值呢 會在這個HALFING之後呢 大幅暴漲的 就是這個叫做 HALFING看到 HALFING之後呢 急速暴漲 尤其是呢 在HALFING後一兩個月開始呢 就有所見到啦 那大家見到呢 已經突破了那個 之前的一個 就是阻力線的啦 我看到阻力位置大概 七千億左右啦 那不計BITCOIN 那ALL COIN那個市值呢 已經不停上升的啦 那BITCOIN那個市值呢 不停下跌的 有沒有見到呢 那如果我之前跟大家講 HALFING前 這套可能一路插下去都未頂的 那可能插到 下年偶月呢 可能去到四五四十幾%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儲集ALL COIN的天地來的 那大家好好注意 那我相信呢 那HALFING之後 一個月呢 可能會上到五萬五的 那這裏呢 就透過呢 之前的一些 為什麽會 那小博士 你說HALFING 這次HALFING的價格呢 是有所上升過之前的 原因呢 都是有BITCOIN ETF 和減息這兩個強大的背景呢 之前沒有的 就是我之前預計 HALFING是三萬四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每次HALFING呢 那個價格呢 都是上次的 牛市那個終極高位的隨意 我記得 兩萬元呢 HALFING的時候呢 就是九千元一萬元的 那上次的終極牛市呢 就是六萬八 那所以今次的牛市的 開端HALFING呢 可能三萬四 那但是呢 已經有這個減息 和這個BITCOIN ETF的 推動呢 已經是到達這個四萬幾呢 其實都算是高位來的 那所以 可能真正的升風呢 去到四月 或者五月呢 才是真正離了的 那 喂 多久 十分鐘來 非常好 我講得非常之 我覺得非常 有電話打來 那這條片差不多了 如果想看更多呢 小火子 五月到十二月的價格預估呢 還有想看更加多的 包括這個ALLCOIN的分析啦 還有呢 更加多的抽獎啊 或者是更加多的 即時資訊呢 出入市呢 歡迎大家訂閱小火子的 非常啦 四萬一天呢 就可以幫到大家呢 看更多的資訊 那都不在容投資見啦 純個人意見 那下條片見啦